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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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也知道朱丽叶跟你讲了什么 你不用理他说的废话 你快开门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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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死了我最好的朋友 不妨了她的个性 我欺骗了大家 这些都是意外吗 小小 我连个性都不知道是谁的 我面对你面对所有的人 都是伪装的 这些都是意外吗 告诉我 告诉我我是谁 是吕小小还张芳芳 你告诉我 告诉我 小小 小小 你就是你 就是我的两个嘴巴笑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只知道 我爱你 我根本不在乎你们过去 我根本不在乎你 你就是那个被我卡在电梯里 自信满满的小女孩 你还喜欢握着我的手指 你还喜欢握着我的手指 睡觉的小傻瓜 你就是那个无论遇到什么事情 对面带微笑的吕小小 你说过 人不犯错就不可爱 难道你忘了吗 我也记得吧 你带回来 掌 张芳芳不是我 不是我 张芳芳 我是谁 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书夏 我是谁 我到底是谁 书夏 我到底是谁 书夏 书夏 去哪 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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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你嚇一嚇 嚇一跳 告诉朱莉 该做的我都做了 提醒她 别忘了我们之间的协议 冰冰 很好 我要你联系的媒体呢 好 你等我电话 等一下我们出来喝杯咖啡吧 都办妥了 那个自我聪明的酒员 以为她真的能够骗过我 狼雅独家合作伙伴 笑话 她绕了一大圈 还不是急着想知道 吕夏夏到底是怎么样 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给她玩了场游戏 你放心 就像我之前说的 让吕夏夏半情半仪都好 可现在我在壁球员 提醒她这个真相 她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吕夏夏夏看来完全疯了 两张嘴巴笑 我看她现在两张嘴巴哭 还来不及呢 我上媒体我都联系好了 我就等着看好戏吧 一张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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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笑笑来来几个 这是决战吗 要相信笑笑 一定行 笑笑 怎么样 没有 我们再分手找一找 好 来 霍老师 不好了 什么 继续找 这里我来负责 保持联络 怎么了 现在不见了 什么 叫失踪了 想死了 那么多美景 你生怕那么听见是吧 承信 我得忙去找笑笑 作员和小柔已经去找了 时间已经过去帮忙了 承信 多一个人找就为天短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 必须准备好没有了笑笑的成功 活动马上就要开始 主角都不在 我们能做什么呢 要不然这样 我们找个人假扮笑笑 可以把灯光条安一年 找个人以上是晃月圈 可以先播笑笑之前拍的广告片 搞不好可以争取多点时间的 那 那 可是谁来假扮笑笑呢 又是我 葳老师 我们大摄影师 还有这么多其他人 这么大摄影师 你不要请我 这边不欢迎我 你说谁是其他人 这里确实不欢迎你 我们这样的波动 可以请到郎雅的 区域总经理大家光临 真的是彭壁生辉 食尚教科的活動 我當然要來捧場 何況還有這麼多狼牙的老同事 只可惜 豬腳怎麼不在呢 你的形象大人Cherry呢 最近可是有些風言風語 不出傳說她瘋了 我可在幫你闢謠的 這怎麼可能呢 不想她一定是工作攤戀我 最近在休養當中的 嗨 好久不見 當然了 你都離開狼牙那麼久了 現在選擇用Cherry做代言人 真的太美智了 不知道你們今天晚上 準備了些什麼樣的演出呢 我真的好期待哦 謝謝你的關心 笑笑已經在準備了 我們青陽是不會讓你失望的 那就最好了 我在這裡祝你們今晚的活動 大獲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記得 多时间吧 有跳完舞 看他们还准备 不觉得现场太冷清了吗 那我们就帮他热闹热闹 太安静了 让现场热闹一下 这都几点了 什么时候开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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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大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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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大台看不开啊 你安抚下急证 我去后点开 大家请安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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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我说我们的发工会呢 要退职一份开始 请大家耐心地等待 谢谢 谢谢 那个吕夏老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我看啊 那床巴上是真的 别弄一磅子扑弄咱们 不会不会 他已经来了 再做最后的准备 请您回到原位休息好了 谢谢 还等什么呀 不然就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就走了 不会 我向你保证 马上就开始 请回到位子上等候 好 何老师 下面论证一片 有几个记者明显在捣乱 怎么办 看来现在真的是来不及了 就像零部红射那样 让人先点一下 通知各部门 试分准求开始 好 马上准备 让人 好 何老师 什么情况啊 雨晓晓呢 他什么时候来 现在前面 我真认为人体的行为 只能这样啊 就按照你说的做法 但是 活动结束了 你们公司 必须要给我一个正式的做事 对 非常好气 这个时候说抱歉有什么 我们需要解决问题 这样 我先去跟那些媒体朋友 我们沟通一下 尽量拖延时间 我们赶紧抓紧吧 快点 ilingual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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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算他真的来 也只不过是个废人 不是 就像这条长裙 两体的剪裁 庄重的色彩 很符合我们概念里 品牌代言人的形象 得体而不实大方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可能为自己的生活 制定好这样一件 稳妥的礼服 穿着他生活 我们就会觉得很舒适 很安逸 也曾有人为我制定了 这样一件 我和青阳的结缘 应该是在 狼牙顶楼的那次发布会上 一个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 就此一月成为了 跨国公司的 执行创意总监 之前的穷学生 一下子拥有了名车 豪宅 过上了从来没有 敢想的生活 接着又有人来告诉我 只要我乖乖地听话 按照他们为我设定的人生 走下去 哪怕我再有不为人知的过去 一样可以一帮风水 或许就这样了吧 但是我不喜欢 为什么一定要用大牌 才是时尚 为什么穿婚纱 不可以吹球鞋 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 期待他生气 推开床拥抱 让其自由呼吸 回动梦想质疑 每一天我都会充满生命迷 有天我会穿风的雨 一样没吐气 我的知己 请给我鼓励 今天起我要释放千里 突破自己 我会让我的完美 人生无息可及 就算前路充满了荆棘 就算难免会遇上风雨 从不会放弃 前进的勇气 今天起我要释放千里 突破自己 我会让我的精彩 人生无与乱笔 有段每段经历去珍惜 要让每分每秒有意义 做一件全新的事情 会让我们感到不安 怕丢临 怕出仇 可我们什么时候 开始变成这样了呢 人不犯错就不可爱了 相信在场的各位 都会有过跟我一样的体会 一个人离开温暖安逸的家 突身来到墨西海大城市 勇敢地挑战一次次 不可能完成的功夫 为了一个新的 长得成就而兴奋 这种感觉你们都忘记了吗 如果没有这些 一次性的自我突破 今天我们都会在哪里 如果一味留恋过去 就等不过去 一次我们今天所要传递 也是我们一直坚持的 只有不断地突破自我 才是真正的无限可及 我从路充满了经济 就算难免会遇上风雨 从不会放弃 前进的勇气 今天只要是放强力 突破自己 我会让我的精彩 人生无比难以 我都没算尽力去珍惜 要让每分的都有意义 听得寂寞里 才会有奇迹 珍惜 那天我真的看到 吕晓晓像发疯一样跑出去 可是我不知道 今天她怎么会 要不我们先回公司吧 别烦我 朱莉 我真的 别闹 亲爱的朱莉莉 今晚的演出 你还满意吗 你 我 按照你那份绝密资料 答应你的我可都说了 我这个人一向都是 说到做到 差点忘了 那天你不太在意 把这U盘放在一旁 我呢 就先帮你保管一下 朱莉 你现在一定很多疑问吧 是啊 你完美的计划 到底是哪里出了错呢 盗窃罪 独职罪 谁是替罪羊 这个词一定对我有什么含义是不是 不然你为什么会隐瞒我 没有 没什么含义 我也 朗莉亚公司正式决定以独职罪起诉 创意总监有笑容 不行 那我继承处理 你先别这么激动 我带你去给你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你不是很想知道 六年前发生了些什么吗 就在这儿 经历了一场回赛 当时 你是和你的好朋友张芳芳一起的吗 张芳芳 对 我的好朋友 张芳芳是你当时唯一的好朋友 我在当天 你和张芳芳一起来到这个电影院 在玩耍中 是张芳芳无一种放弱 而后她把所有责任全部推给了你 让你成为替罪羊 她自己 就出国了 我知道 一定会认为我是在说故事 事实上 我已经找到了张芳芳 她已经成了整个事实 这么多年过去了 她对当时的事情 表示非常地遗憾 并且很后悔 对你的背叛 再过几天 她就要回国了 她会当面给你整理整件事情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由你的表姐Terry 她之所以对六年前的事情吞吞吐吐 是因为她也无认为事情做得很 她为了让你这妹妹 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于是乎 她就拼命地想掩盖事实成现了 那个时候 你性格很孤僻 还会做出一些很怪的事情来 而张芳芳开朗大方 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 又是你唯一的朋友 她一口咬定就是你 所以 大家都觉得火灾是因为你的原因 火灾之后 你一个人跑离了先生 在慌乱之中 掉进了湖里 是我从水里把你救出来 我跟凯莉 也是从那个时候认识 把你从湖里救出来之后 你就一直保持 那个古怪的水姿 你说 我先把自己晾干 什么古怪的水姿 来 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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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大老帅下一样 考虑吧 我在海豪库救局时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在你表姐帮助下 你们家赔了一大笔钱 并且以你精神有问题为由 没有对你进行进一步的追究 其实你当时一直是否认的 但是连你家人在内的所有人 没有人相信你 所以你对弃罪养一类的词 非常地明白 你最好的朋友对你的背叛 给你的心理 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再加上 你本来就是个内向的孩子 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 你选择 把片段的记忆封存起来 你宁可记住张芳芳 活泼可爱的人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为什么要骗你 可我就不明白了 你一直都知道真相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就这么喜欢操控我的人生吗 我试图让你恢复记忆 你还记得那些照片吗 警卫室的小午室 和餐厅里堆沙拉的记忆 我记得 可那个时候 发生了太多奇奇怪怪的事 你两张照片上 眸不清的人影 我根本不知道 要告诉我的事什么 那个消失了的心理诊所 这些都是合同联盟搞的鬼 我对你开始引导不久 发现他们给了你 一些复杂的信息 我害怕这些 错终复杂的信息 给你带来混乱 所以我就停止了 对你的引导 那今天为什么要告诉我 你知道了以后会怎么样 其实我一点抵抖 不过 现在到了你必须面对的时候 经过之前的代言风波 你的发布会 在让朱丽叶对小容词后 朱丽叶的目标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逼你代言 让你和秦阳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然后继续陷害你 一起到打击秦阳的目的 以朱丽叶自豪的个性 他会追求并不学任 那个时候 以上师的自豫 就是他们的突破口 何老师 为什么不想告诉我 好让我解开 这么多年的心情 现在好了 如果朱丽叶找过来 我们就要当场给他好看 不 或许我们可以选择 将计就紧 所以现在 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包子 谁 卓妍 为了真正骗过何众联播 下面的计划 只可以我们在场四个人都知道 我们面对何众联播 何众联盟一直都出一种被动的状态 其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拿到 关键性的证据 就像目前 我们有的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推断 我们不能依靠这片段的推理 来暂时对方 之前朱丽叶故意引诱小小去说 他准备好的虚假文件 就是看中了我们这个弱点 所以我们这次的计划 就是要让何众联盟 妄图顾忌重施 我们一定要拿到 狼雅恶意并购 而进而打击IYH的详细材料 然后由媒体发布出去 作员 就是我安插在朱丽身边的卧底 那你拿这个干什么 给库哥里解释 是 以朱丽叶的个性和智慧 她是不可能那么轻易地 去相信你作员的 她会以 猫做老鼠的姿态和作员的接触 我们现在需要做到的就是 让她觉得 现在已经胜券在握了 为什么 因为 老鼠要赢猫的话 一定要抓住猫的大意 而猫最得意的就是 她以为自己的爪子抓住猎物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她是最放松的 所以吕笑笑 是一定要跟你去见面的 无论你编什么样的故事 笑笑都要非常地配合 让你彻底地相信 笑笑已经中了你的圈套 为了让你更相信我们 作为只知道笑笑是纵火犯的我 在你面前也要装作遮遮掩掩 保护我妹妹的样子 这里不欢迎你 我马嘉丽呢快人快手 手比脑子快 我要是不高兴的时候 手就先伸出来了 不想自己丢脸的话 就赶紧走吧 走了 我叫你不要欺负我妹妹 怎么样 我开了你的演技不错吧 而这个时候 我卓大爷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让你继续相信我 而成为接近 朱莉 这一夜 女校舍现在同一月 感觉昏迷状态 但当然了 我是一想办法看到 运货计划 在核心资料库电脑里面 具体存在的位置 不过我是进不去了 还好有你带路 所以你就故意提到 你小容卧底的身份 那我带你进核心资料库 陪你的警戒性 卓源根本就拿不到你的优盘 所以卓源必须再演一场戏 让你相信 他不是真正的投靠于你 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知道 你怎么样陷害萧萧 这样就分散了很注意力 以你不相信别人的个性 一定会算计卓源 并以此洋洋得益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这位清洁工 偷你优盘最好的事情 那个烟盒 你说的是他吗 这里进几千 一早老半天我抽个烟都不行了 好 好 我已经找到了吧 那你先可以告诉我了吧 我只是告诉李向下 六年前发生的事 而我们呢 是制造一个真正的 让你离开狼牙的机会 看来这场秀 还真的很有潜力啊 当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活动现场的时候 你认为正在发疯的我 就是去狼牙拿到证据的 最佳人去 在我们之中 笑笑是最了解和你才能哭 你说过 人要是不犯错 就不可爱了 难道你忘了吗 在你右边口袋 在你右边口袋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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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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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了 我那份资料还真是写得有模有样 哪里找那么好的写手 下次我出自传肯定找他 不过趁现在大家都在 你们可以证明我的演技不错吧 九个爷什么时候咱俩再合作一次 不过我提醒你还是赶快回去打交给那些老板们吧 因为明天新闻的头条恐怕就是 清凉活动大获成功 以及你这个公关界大丑闻曝光 你知道吗 为了及时把你的并购计划 发给各大媒体的编辑 我真的花了很多的功夫 搞得我还差点迟到呢 朱总别急 别忘了 你的一盘 我一定不会就这样放过你 随时欢迎 俊丽 其实你 他充满 得棉 你 好 看吗 美丽好看 週啊 好 没有 呢 我们马大小姐的演技完全把我迷住了 来个拥抱 庆祝一下吧 陈老师 说实话 你刚在后台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把我吓了一层 真的是不想抱歉 为了彻底拼我合同灵魂 很多事情只能抱你 还是那句话 我们之间不用说抱歉了 我真的感谢你 辛苦了 谢谢你们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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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白说得太无赖 多不在哪里 我们这个死心结工 在林文凤家里说的那些话 算真心告白吗 什么叫不在乎我过去 我过去有那么黑暗吗 看着我 在会议室里 你态度那么糟糕 就算是有任务在身 你也用不着那么凶吧 哎 那么激动 看来我只能 我都在猜 却总不明白 谁沉默那么苍白 甜蜜的情话 你总是不难了 请能对我说出来 这样的爱 算不算精彩 你给过我未来 却都给了我无尽的等待 my love say goodbye my love say goodbye my love say goodbye 她们果然还是牺牲了朱利业 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她了 算了 这是她自己选择的路 我以至此 他比 怎么了 眼睛进了东西 我帮你吹 你们俩干吗呢 好点了吗 干吗呢 你们俩 看来我们俩在这儿挺坐鱼的呢 你们俩要不要那么甜蜜啊 把我们当透明人 就是 你们俩这甜蜜怎么了 没有 又不是把你们家黄凯上来啊 我不是那样重色轻友的人 就是 不对啊 上次我们俩逛街的时候 黄凯一给你打电话你就不见了吧 我 我那是为了工作 这次出来玩我不是没带家属吗 我向你出去笑笑 笑着呢 知道啊 刚才一上了就不见了 我去看看 我要保护他 我们也去 走 会吧 两只八照 你不是超级无敌勇敢轻啪地不怕吗 怎么现在怕成这样啊 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游艇 弯得太厉害了 我头晕 我头晕 头晕 你要这样 门开双臂 感受一下这海风 好 他帮我扶你肩膀 你试试看 嗯 来干跟你有仇啊 握那么紧 他被你捏碎了 我看你 那 你的保命伞 让你有一辈子 你也放松一点吗 你摸得太近了 好痛啊 我刚轻轻这么握了一下 你就先疼了 还说要借我一辈子呢 好 来 试试看 嗯 嗯 你 dale 有人这样 你 hop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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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我这个游婷表得太厉害了 姐姐 你给我照顾好 我这二百五个表妹 否则我马嘉丽不是吃素的 生命二百五表姐 你嘴多一样 这对 就是你 我每一天我都会充满生命迷 一天我会穿风格一样美突起 我的志迹请给我鼓励 今天起我要释放千里突破自己 我会让我的外眉而生无险可及 今天我固穿了冷静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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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们下飞机了 放心啦 我也很期待和咱们见面 好 不说了 我好想看人家 好 来 江芳芳吗 妈妈 太多的理由 太多的借口 都无法代替 你对我爱的感觉 太多的画面 太多的理由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缠绵的地点 那缠绵的地点 难道是爱的天秤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我 结束的一切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下着雨的天 下着雨的天 所有的感觉 下着雨的夜 下着雨的夜 下着雨的视线 太多的理由 都无法代替 都无法代替 太多的画面 都变成要结束的一切 我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那分手的眼 那缠绵的地点 难道是爱的天秤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相遇的地点 结束的一切 很明白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所有混乱的感觉 无可救药的一切 太多一切 太多情节 太多伤痛的理由 让我不怕拒绝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很明白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我 那分手的眼 那缠绵的地点 难道是爱的天秤已经倾斜 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 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我 相遇的地点 结束的一切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你很明白你在想什么 想什么 你很明白在想什么 不是你的心 你很可救药的一切 是你很可救药的一切 很明白爱并不是你要的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